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吴,欢迎回来,我是乌托邦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起人类100多年飞行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悬案 就是女飞行员艾米利亚艾尔哈特的失踪 那开局前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女主人公吧 艾米利亚艾尔哈特出生于1897年 在1937年的一次,环翅道飞行中失踪 两年之后的1939年,美国政府宣布艾米利亚艾尔哈特逝世 当然关于她逝世这一说法还是很有争议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 虽然说艾尔哈特这一生只有短短的40年 但是她身上贴满了各种发光发亮的标签 就比如说著名的美国女飞行员,知名女权运动者 第一位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的女飞行员 第一位独自飞越大夕阳的女飞行员 那艾尔哈特在失踪之前还曾经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事迹出版成书 在当时还成为了畅销书 虽然说艾尔哈特这一生很辉煌 但是在我看来她很多的这些辉煌的标签和当时的时代大背景 还有她女性的身份是密不可分的 那先从艾尔哈特出生的这个环境开始说起吧 那艾尔哈特出生于美国的坎萨斯州 虽然说是个小女孩,但是艾尔哈特从小就好奇心非常强 非常喜欢去挑战一些新的事物 人家家的小女孩都是一般什么画画画,娃娃布娃娃 但是艾尔哈特从小就喜欢爬树,什么捉虫子,打老鼠之类的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是个假小子 在1920年的12月份,艾尔哈特23岁的时候 她和父亲在美国加州长滩参观了一个机场 也就是在那里艾尔哈特第一次尝试坐了飞机 在那个时候,飞机肯定还不像咱们现在这么普遍 就坐飞机的人肯定也不多 那当艾尔哈特和父亲第一次坐上飞机 就跟父亲说,哇,这就是飞的感觉 从此艾尔哈特就立志想要当一名女飞行员 那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培训其实也并不是特别贵 大概几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艾尔哈特就开始什么开卡车,打零工 就各种各样的攒钱 那攒够这个培训费之后 就拿这个培训费找到了当时女飞行员的先驱 纳塔斯努克向她请教这个飞行技术 六个月之后呢 艾尔哈特就买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架二手飞机 是一架黄色的拼乃双翼飞机 咱们都是买什么二手客车,二手房 人家上来咔一架二手飞机,多牛 在1923年5月15号的时候 她成为了第16位国际航空联合会获得飞行执照的女飞行员 但是当时实际上对艾尔哈特的飞行技术可以说是保贬不一的 有一些报纸像波士顿的环球邮报就说艾尔哈特是美国最好的女飞行员之一 但是实际上她的飞行技术当时在很多资深的老飞行员原理还真的就不怎么样 这话怎么说呢?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艾尔哈特她肯定是一个非常上进勇于挑战自己的女性 这点肯定不可否认 但是有一些老飞行员就说艾尔哈特为了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就过于激进 有一次在飞行过程中她就犯了一系列的计算错误 导致她在云层中不断的盘旋下降 在高峰3000米的地方才脱离了云层 那一些专业的老飞们就问艾尔哈特说 那如果云层是几乎和地面相接的话那你怎么办呢? 其实当时艾尔哈特也意识到自己各方各面的不足 就经常向一些资深的老飞们去请教问题 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飞行技术 截止到1927年的时候 艾尔哈特一共积累了500小时的单独飞行 其中没有任何的严重飞行事故 注意是严重飞行事故 那在此期间艾尔哈特的家里面还出现了一些变故 她的妈妈就是因为投资生意失败就赔了很多钱 那艾尔哈特本身自己也有鼻腔方面的问题 就做了有关鼻腔的手术 那这个时候她就无力收回她对自己那架二手飞机 她给二手飞机起的一个别名叫金丝雀 就没有办法收回她对金丝雀的投资 就忍痛割爱卖掉了自己的金丝雀 但是卖掉了自己的二手飞机啊 并没有阻碍她去追求自己的这个航空事业 在家中的财务状况好转一点之后啊 她就加入了美国航空协会的波士顿分会 后来还被选为了副主席 那之后艾尔哈特就开始在一些报刊上面 去写一些推广飞机的一些评论 随后她还建立了一个女子的飞行组织 那进了这个媒体圈之后 艾尔哈特的名声也是越来越大 也可以看出来她真的是非常喜爱这个飞行事业 终于在1928年的时候 艾尔哈特等来了一个机会 她在工作的时候啊 认识了一个出版商 这个出版商的名字叫做谢尔顿莱利 那这个谢尔顿莱利呢 她就给艾尔哈特打电话说 说喂 我们现在找到你就问你愿不愿意尝试飞越大西洋 那当时一同飞行的 还有另外两名飞行员 那艾尔哈特就觉得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当然就爽快就答应了 在1928年6月17号的时候 艾尔哈特一行人就飞离了纽芬兰 在21个小时之后 在英国的威尔士拉内利附近降落 那他们的这次飞行啊 就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甚至还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待 那虽然说艾尔哈特外表 打扮得比较像假小子嘛 但是她五官长得很好看呀 就别人都 大众都称她为空中女王 那这红了之后呀 艾尔哈特就开始搞各种业配了 她就开始接广告 就比如说做一些香烟的广告 女装的广告 运动服的广告 像行李箱的广告 名气也是越来越大 甚至还开始全国的巡回演出 就是演讲 讲自己的一些事迹 那艾尔哈特当时一夜走红啊 其实也有很多因素的 就比如说当时实际上飞行员 大部分都是男性 女性飞行员就很少 再加上一直不断挑战自己的 女飞行员就更少 就跟咱们现在会经常会说 什么女程序员 女CEO 女议员 那为什么没有人听说过 什么男CEO 男程序员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 性别的标签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艾尔哈特在各方面 都勇于突破自己 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她首次横快大西洋之后 很快就不满足了 她要给自己定一系列 别人不可以否认的目标 在1928年8月份的时候 她成为第一位 飞越北美大陆 又飞回来的女性飞行员 1929年 在一次妇女飞行联赛中 她首次参加比赛 获得了第三名 在1932年的时候 她单独横跨了大西洋 1935年的时候 艾尔哈特成为了 普渡大学的客座教授 提供航空系的技术指导 终于在1937年的时候 艾尔哈特憋不住了 她又开始放大招了 她觉得 我目前为止所做的任何挑战 都是小意思 不算啥 我要进行环球飞行 虽然说在1937年的时候 艾尔哈特已经算是 积累了很多经验的 一个老飞了 但是在当时 还没有人尝试过 环球飞行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她飞机的性能 不像咱们今天 飞机的性能这么好 可以说环球飞行 还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仍然在1937年 3月份的时候 艾尔哈特和她的导航员 努南两个人 就开始了长达 4万6千千米的 环翅道飞行 她们先从澳克兰 飞往迈阿密 然后在迈阿密宣布 将继续进行环球飞行 在1937年6月1号的时候 她们从迈阿密出发 之后 惊庭南美洲 非洲 印度和东南亚等地 在1937年6月29号的时候 到达了 新几内亚的莱城 至此呢 她们一共飞行了 3万5千千米 剩下的1万1千千米 全部都是横跨太平洋的飞行 1937年7月2号的时候 艾尔哈特和努南两个人 通莱城出发 她们的第一个目的地 是距离莱城 4113千米的 这个豪兰岛 但是很不幸的 最终她们在距离 豪兰岛 大概1300米左右的 尼库玛卢卢岛这个地方 就失去了最后的信号 那官方的搜救行动 一直持续到 当年的7月19号 总共花费了 400万美金 400万美金 在今天听起来 可能并不是一个 特别大的数字 但是在当时 是一个非常昂贵 非常严密的 一个搜救行动 但是仍然官方 没有找到任何 跟艾尔哈特和努南 相关的物品 包括他们的尸骨 以及飞机的残骸 他们就像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那艾尔哈特 失踪之后的18个月 1939年的1月5号 美国官方宣布 艾尔哈特逝世 那么问题来了 艾尔哈特 他们这个飞机 还有他们这两个人 到底去了哪呢 那第一种理论 是说艾尔哈特这个飞机 在豪兰岛附近 就是坠机了 那实际上当天 在艾尔哈特的飞行过程中 他和这个豪兰岛附近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 伊塔斯卡号 有过信号的交换 在早上7点42分的时候 艾尔哈特就发出来信号 他这样说 他说我们应该 在你们上空 但是我无法看到你们 燃料不足 无法收到你的信号 在一个小时后的8点43分 艾尔哈特又发出来最后一次信号 他说我们现在在157377线上 我们将重复这个信息 将在6210千和重复 等待 那很多专家就分析了 这个艾尔哈特的当时和地面上 进行这个无线电通讯的 这个通讯记录之后 就说艾尔哈特这次飞行 有严重的飞行计划不良 而且他们的执行非常的糟糕 当时在豪兰岛机场 地面工作的一名员工 他叫Richard Black 那他就说了 他几乎可以肯定 艾尔哈特的飞机 是在豪兰岛附近坠毁了 而且很多专家说了 努南在计算这个 直飞路径的时候 出现了计算的错误 所以才导致了 后面燃料不足的情况 就简单的说了 认为这是一场 人为因素比较大的 一个航空事故吧 但是后来在2002年的2006年之间 由深海打捞公司 用海底声纳技术进行搜索 在豪兰岛西北方面 1200平方海里的范围内 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没有发现任何飞机的残海 或者是碎片 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 艾尔哈特他们当时 实际上是在尼古马鲁鲁岛附近降落了 就降落在岛上了 因为艾尔哈特最后一次信号 也确实在尼古马鲁鲁岛附近发出来的 那他们降落在岛上之后 就发现岛上既没有淡水 也没有食物 毕竟荒岛求生 不是人人都像我们淡男这种在行的 那于是艾尔哈特就在尼古马鲁鲁岛上去世了 这种说法也是我目前为止 比较相信的一种说法 在1940年的时候 一位英国的飞行员 在尼古马鲁鲁岛的东南角 就发现了一具尸骨 那在尸骨旁边还发现了一双女鞋 那他就把尸骨带过去 给了斐济的一个法医 这个法医叫做豪德莱斯 给这个法医做鉴定 那这个叫做豪德莱斯的法医 当时就觉得这个尸骨 应该是属于一名身材比较瘦小 大概身高在1米65左右的男性的尸骨 所以说认为不是艾尔哈特的尸骨 那鉴定之后 这个骨头也不知道 被这豪德莱斯这个法医给扔哪了 而且当时经过了二战 整个社会都比较动荡 谁会在意一具尸骨会被扔到哪了呢 但是为什么我说艾尔哈特降落在 尼克马罗鲁岛这个说法 是我认为比较认同的呢 在2018年的时候 实际上还出了一种新的说法 在美国西部的一个法医人类学研究中心 一名教授就指出了 在1940年的时候 豪德莱斯法医做的那个鉴定 非常不准确 因为首先豪德莱斯 他并没有经过任何的 就法医鉴定的培训 另外一方面 当时的法医的鉴定水平非常的差 而且豪德莱斯医生用的这个样本 样本量非常不足 不足以让他推算出来 这个人的身高的高度 而且当时在尼古马罗鲁岛 还有一种椰子蟹 那这种椰子蟹 可以摧残非常坚硬的物体 所以不排除骨头 是被这种椰子蟹给腐蚀过了 所以就男女性的也容易搞混 但是发现的尸骨已经找不到了 那怎么办呢 那法医人类中心的这位教授 就只能找到艾尔哈特生前的一张照片 用他的身高比例来推算的话 艾尔哈特的公骨的长度 应该在321.1毫米左右 那绕骨的长度 应该在243.7毫米左右 而在豪德莱斯医生留下的这个记录中 那具被捡到的尸骨 他的公骨的长度是325毫米 绕骨的长度是245毫米 相差可以说是很小的 但是不过这个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也可能是岛上有一个 和艾尔哈特身材比较相似的人 那这近七八十年来啊 在西方社会对于艾尔哈特的失踪之名 可以说是争议不断 因为有很多人尝试去猜测 他为什么失踪了 到底去了哪了 那也引发出来了很多阴谋论 那其中比较代表性的一个说法 就是艾尔哈特实际上当时 是被日本的军队给俘虏了 最后死在了日本 在2017年的时候 美国的历史频道也推出了一个纪录片 那个片名啊 就叫做艾尔哈特丢失的证据 那在这个纪录片中啊 就向大众展示了一张 所谓证据的这个历史性照片 那在这个照片中啊 一名疑似努男的这个男子啊 就背对着大海站着 那疑似艾尔哈特的女子啊 就侧坐在码头上 露出自己的右脸 那画面的远处啊 一艘大船旁边 还漂浮着疑似飞机的这个物体 而这张照片呢 拍摄于马绍尔群岛 那马绍尔群岛这个照片 一经播出的那广大诗卦群众 就开始说了 哎呀 那个男的这个轮廓 长得跟努男一模一样 这个女生的这个侧脸啊 明明就是艾尔哈特呀 嗯 好吧 且不说这个马绍尔群岛啊 和艾尔哈特最后失踪时候 发出来讯号这个 尼古马鲁鲁岛之间的直线距离 是38000千米 这张照片啊 被眼尖的网友给指出来了 说这张照片是拍摄于两年之前 也就是1935年 在艾尔哈特失踪之前的两年 美国的电视节目 有时候也挺不靠谱的 那随着越来越多的猜测啊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说法 是可以解释所有的疑点了 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 肯定是被UFO给抓走了 凡是找不到结果的事 往UFO头上安肯定没错 那大家觉得失踪的艾尔哈特 飞机还有努男 到底去了哪呢 好了 今天这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帮我点赞评论或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